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相持的过程中使用正手连续发力打有着非常好的压制作用 正手连续发力打对于运动员的身体发力的协调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它和我们一般正手攻球是不一样的 正手攻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匀速会拍的 但是正手在发力打的时候呢 从引拍到击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发力就要非常的集中 在正手发力打的时候啊 它并不是靠手臂来进行主动发力的 一定要将我们的手臂手腕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下 利用腰宽转动瞬间的转动去带动我们的手臂手腕来放松发力 这个发力呢一定要有鞭打式发力的感觉出来 如果说你是手臂很僵硬的 靠手臂去用力发力的话 你可能打个一板两板还可以 但如果你要连续的发力根本连续不起来 你没有办法协调的还原 所以正手在连续发力打的时候呢 引拍的幅度不要太大了 和我们正手攻球的引拍的位置呢 差不多稍微往后引拍多一点 这个引拍主要也还是靠这个腰转动的过程当中 去带动我们的前臂放松的向后引开 然后呢在引拍的过程当中呢 手腕放松 可以看到我们在机球的时候啊 这个手腕其实有一个舒展打开放松的过程 你只有把手腕和前臂放松了 通过腰宽去带动它发力的时候 这个力量才非常的集中 而且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呢 整个人的双脚会腾空离地 这是因为在转宽发力的过程当中 带动了我们身体的重心向左前方进行转移 那么这个带动呢它是一个瞬间的带动 由于身体的惯性作用 所以会有一定的滞空的效果 而一般我们没有像这种正手连续发力的时候啊 它是不会出现这种双脚滞空的情况 正手拉球在身体差位置的情况下 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这可以说是正手连续发力打的一个最重要的诀窍 正手连续发力打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在击球过后要快速的在前方自动 这样才能保证能够还原衔接下一板球 静台相持的过程当中呢 球来回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你的动作不能甩的过大 一定要收到正前方就要赶紧自动停住 发力完了以后呢整个拍面不能变形 有的人这个正手发力的时候啊 一打呀拍面后仰 或者用这个手腕前臂往下去压 所以我们的拍形啊基本上保持不变 脚下的底盘要稳 双脚要把地面啊给支撑住 不能打球的时候两个脚掌胡乱的转动 胡乱转动的时候呢整个发力动作就会显得很松散 那么你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很集中 第二点正手连续发力打呢 它并不是说每一板球啊都要发死力 所以我们要看来球的情况 如果说你这个本身已经身体差位置了 来球比较顶 这种球呢就不要再去发力了 稍微借力一板 那么连续发力的情况就是说 你在连续进攻的时候 对方被你压制住了 他每一板呢都是借力还击回来的 质量不高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采取连续的发力 第三点 正手连续发力打一定要有一个很小而短暂的蓄力过程 也就是说在你影拍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很短暂的停顿 这个停顿就是要找好球的击球点 这个蓄力等待的过程呢就是为了找到球的高点去进行发力 而且影拍的动作呢不能过大 不然整个衔接就会跟不上 腰腿的发力也是瞬间的爆发力 它属于我们内部的领腰发力 也就是说你的髋关节的这个瞬间的领的这个力量啊一定要充分 脚下的蹬转呢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很明显 这个蹬转啊它主要是辅助的蹬地 也就是说在发力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这个髋关节的发力 脚下跟随惯性的发力为主 所以在发力的时候呢这个右脚啊有时候会进行这个蹬地啊 就不是我们往上蹬啊 是有时候像往下去踩这个地 跺这个地板的啊这种力量 它是一种辅助的用力 而不是为了去跺地板跺地板 就在发力的过程当中 它自然的形成了这种往下去跺地的啊这种力量 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最终将力量传递到我们的球拍上 加大这个振幅将力量的重点全部集中在基球的那一点上面 最后再来说一下正手连续发力打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手腕发力过多 手腕甩的太大 有的业余爱好者在发力的时候呢喜欢去甩手腕 啊虽然这个甩手腕确实可以提高技球的质量 但是我们在用手腕发力的时候啊不是手腕自己去甩 一定要用前臂去带动手腕发力 发力的核心关键在于前臂 手腕是跟随前臂进行发力的 手腕一定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性 拍面不能乱晃动 在引拍的时候手腕跟随前臂向后放松拉开 在发力击球的瞬间呢前臂打动手腕进行自动发力 第二种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手腕太僵死了 把拍子捏得死死的 然后前臂去发力 这种发力啊你打出来的球不柔和 没有我们所说的这种鞭打式发力的效果 所以很僵硬 而且球的上台率不高质量也不高 那么怎么来放松手腕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这个手腕好像是断掉了一样的 利用这个前臂去带动手腕一甩 这个手腕就可以被前臂带动出去 就是想象它好像断了 但是呢这个断了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掌控性 就是它即断即不断的这种感觉 它虽然是好像不能主动发力把它带出去了 但是我又可以把它的拍形可以控制好 这是这种前臂带动手腕发力的技巧 那第三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呢 就是双脚脏不稳 一发力啊整个重心就没了 很多人不光是发力打 很多人在这个拉球的时候也是 两个脚根本就支撑不稳在地面上 一打呀这个重心它不是往后倒 就是往左边甩出去了 你看我们在连续发力打的时候 虽然我也有制空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虽然制空了 我可以保证我的重心能够还原回来 打完球以后呢整个重心不闪掉 出现这种问题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双脚啊稍微站位的距离站开一点 有的人站的太直了以后 重心过高就会不稳 把双脚站开了重心低下来以后 你再去转要发力的时候 相对底盘就会稳很多 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乒乓球训练日记的 关于正手连续发力打的讲解 希望大家看完了以后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呢 也可以到乒乓网提问区进行提问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 请打开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进行提问